大家好,这里是体坛大腿,我是大腿 幸运的人运气总不会差,大腿在这里祝大家,一切顺利 2022赛季中超联赛继续进行,今天将迎来一场焦点战 大连人坐镇主场迎战天津金门湖 本赛季截至目前为止,大连人18场比赛打完 4胜7平7负,即19分,排名联赛第12 过去五场比赛,大连人两胜一平两负 不过考虑到输掉的两场比赛分别是对阵联赛第3的上海生花 和联赛第6的梅州客家 上场比赛甚至一度领先上海生花到比赛第87分钟 随后依靠着朱建荣的连续两立进球,上海生花才反败为胜 所以过去一段时间,大连人的表现绝对超出预期 天津金门湖本赛季18场比赛打完 6胜5平7负,即23分,排名联赛第11 过去五场比赛,天津金门湖一胜2平2负 球队近期状态一般 不过上场比赛击败了实力不俗的河南松山龙门 还是体现了球队状态回暖的趋势 目前他们领先着身后的大连人4个积分 这场比赛两队将迎来直接交锋 比赛结果对于双方来说都非常重要 天津金门湖想继续拉大与大连人的积分差距 保住自己第11名的位置 大连人则需要通过一场胜利来缩小和身前球队的差距 争取让自己的排名继续提升 面对天津金门湖是大连人连续五个主场比赛的第4场 主场作战,大连人不想让主场的球迷们失望而归 而且对手天津金门湖的实力与自己相当 谢辉的球队本场比赛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全取三分 面对防守能力一般的天津金门湖 大连人将延西自己压着打的比赛策略 从比赛第一分钟开始就会全力进攻 本赛季大连人集聚进攻属性的比赛风格 给中超的球迷们带来了非常震撼的视觉享受 球迷们已经太久没有看到这样崇尚进攻的比赛风格 大连人在中超赛场挂起了一股进攻的旋风 这也让那些不是大连人的球迷都深深的被这支球队所吸引 今晚大连人不会改变自己的比赛风格 天津金门湖要小心了 天津金门湖本赛季表现只能说中规中矩 不过也不是没有亮点 天津金门湖国内球员的表现 在中超所有球队里绝对是独树一致的 巴顿贡献武力进球 谢维军贡献四球 周通也有两球进账 三名国内球员合计打进11球 这在中超赛场可并不多见 这反而显得天津金门湖的外援们存在感有些低了 不过不重要 只要能赢球 管他是谁进的球呢 今天面对大连人 天津金门湖的后防线将遭受极大挑战 白月峰 松月 以及杨帆这三名后卫可要顶住啊 一旦被对手打风 出现一场惨案也说不定 对了 今天大连的最高气温只有12度 晚上只会更低 这对于客场作战的天津金门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今晚7点半 2022赛季中超联赛第21轮 大连人对阵天津金门湖 央视CCTV16将直播本场比赛 喜欢大连人和天津金门湖的球迷们一定不能错过 所以你认为今晚的比赛谁会是最终的赢家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大腿的朋友记得点点关注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